列位,今天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故事后 讲的是一个农民一夜之间陡然暴富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具体朝代我们就无从考证了 发生的地点大约是在今天的长江引南的某个省份某个市 我们姑且叫他江南省江南市 至于江南市的地方行政长官 是个当时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王大拿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个人是个贪官 搜刮了当地老百姓很多的民纸民纲 什么都拿 虽然说当地老百姓人人都知道王大拿是个贪官 可是王大拿现在仍然稳坐着当地行政长官的位置 对于王大拿来说 他并不是一无是处 之前王大拿的出身也是非常苦的 苦孩子出身 之前年轻的时候奋发读书 考取了功名 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现在人到中年了 似乎该有的事业也都有了 放弃了理想信念也就放开手去贪污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不就是贪点钱吗 其实也没什么 王大拿在地方经济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带领当地老百姓改善农业博种技术 是当地的农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不能否认王大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技术性官僚 除了这些经济建设之外 是不是正是由于这个摊子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些隐形的损失和危害呢 比方说两个人同时到王大拿的这个衙门去打官司 其中有一方给王大拿送了钱 王大拿贪污了下来 他是不是能够公正的对待当事双方呢 如果这是一个人命官司 这算不算是带草菅人命啊 如果朝廷要拨下来一笔钱给当地的村民修一条路 让村里的产品能够通过这条路走出去卖出去 发展当地的村民经济 可是这条路的规划恰恰要穿过王大拿的私人官邸花园豪宅 王大拿会选择拆了自己的花园豪宅 给这条原来的规划的路让路呢 还是让这条路自己改道绕过自己的私人花园豪宅呢 贪的人会怎么选择 贪的人心里想的永远是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 自己的利益是凌驾在国家老百姓利益之前的 在当时的封建朝代 其实像王大拿这种贪污的官员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并不是王大拿个人的原因 如果说一个王大拿出现是王大拿个人的原因 可是很多王大拿出现就是制度的缺失了 我们中国有那么一句古话叫做 上九天揽月下五阳捉鞭 你有没有听说过下沙漠里捉鞭 因为沙漠里没有王吧 你根本捉不到鞭 大江大河里面才会有滋生王八的土壤 所以王八才特别多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整个天下都是皇家皇帝的私人财产 正是由于他保护自己私人财产的这种心态 他肯定也不能够容忍下面有这么多人贪污的行为 于是变在朝廷里面选派了一队人马 去江南省去调查这些贪污行为 查出这些贪官 这一次朝廷派到江南省的调查队 队长名字姓杨 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杨队长到了江南省之后 很快查出了很多个贪官污吏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查到王大拿头上 王大拿这个时候的心态 就和一些那种逃犯的心态是一样的 明明自己知道犯了罪 在外面东躲西藏天天的提心吊胆 一听到警报声 一看到警察就躲得远远的 直到自己真正被抓的那一天 到了监狱里服刑的时候 心里才算踏实了 才能安稳的睡个好觉了 王大拿是苦孩的出身 并没有朝廷里面的什么后台和关系 他现在想打听杨队长的一举一动 也无从打听 想到底知道杨队长掌握了自己多少线索呀 是不是把自己也列入了调查之中啊 这些消息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也很迫切的想知道 可是现在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量的把之前贪污的证据都销毁 第二个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 他幻想着 杨队长一来看到自己工作这么努力 甚至可能回到朝廷之后表扬自己一番 就在杨队长到达江南省一段时间之后 在江南市王大拿的衙门门口经常会出现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中年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就在王大拿衙门的旁边的招待所住了下来 只要是王大拿的衙门一开膛审案子 这三个人肯定要混入老百姓中过来围观 在他们围观的过程中 其中的两个年轻人时不时的拿出笔和纸 记着什么东西 这三个人一连几天出现在衙门口 势必已经引起了王大拿的注意 王大拿便派手底下的人去调查一番 这三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虽然说王大拿的手下在当地也是耀武扬威 可是呢他们上前去调查这三个人的时候 首先是很有礼貌的攀谈一番 这三个人说的都是北京话北京口音 一听就不是他们当地人 由于摸不清他们三个人的底细 衙门里的这些手下也不敢贸然行事 终于被这些手下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趁着三个人到衙门口旁听案子的时候 他们偷偷地潜到了这三个人所在的招待所的房间 衙门里的人在他们三个人的房间 偷偷地打开了他们三个人的包裹 其中在包裹里面发现了一封书信 这封书信的内容正是朝廷任命杨队长 来江南省调查的这么一个任命状 王大拿衙门里的这些人看到这个任命状 立马吓出了一身冷汗 哪见过这么大的光 慌忙地把他们三个人的行李收拾了一番 跑回了衙门向王大拿汇报 王大拿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慌乱 可是慌乱之后又暗自的高兴 他想 杨队长现在既然已经悄悄地潜入到江南市了 而且就站在我的衙门外旁听我审案子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杨队长现在手里还没有真凭实据 他并没有我贪污受贿确凿的证据 如果杨队长现在有确凿证据的话 就会像对待其他的省市那些贪官一样 立马动手将我拿下了 可是现在他并没有这么去做 也许他只是来观察一下我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看看我是不是一个真财实学的干部 回去向朝廷复命 就正当王大拿和自己手下的先令 商量着如何要应对的三个人 如何拉拢杨队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酒店招待所老板匆匆忙忙跑到王大拿这里来汇报 说是那三个人回到酒店房间之后 发现自己的行李被动过了 于是这三个人忙着退着房间 正准备收拾行李往码头方向走去 准备连夜坐船离开江南市 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消息 一下子打乱了王大拿的思路 他慌乱之中安排自己手下的这个县令 抓紧时间带上十万辆银子 追上这三个人的船 一定要把这十万辆银子送到杨队长手上 等到这个县令带着十万辆银子 追上这三个人的船的时候 他发现船上只有这两个年轻人 却不见那位长者 县令这个时候就开门见山的说 说自己是王大拿的手下 现在特受王大拿的安排 听说杨队长你们一行几个人来江南市调查走访 一路上周特劳顿 我们王太守特意背了这些玻璃 聊表慰藉 这两个年轻人一边笑着 接纳了县令送来的这十万玻璃 一边回复他道 杨队长这一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已经先行一步 离开江南市去北京了 请你回去转告王太守 这一次我们来调查 在衙门口站了好几天 发现王太守审案是秉公执法 对得起头上的四个大字 明镜高全 我们一定回去向朝廷如实汇报 县令听了两个年轻人这么说 心里面简直是乐开了花 他紧忙回去向王大拿汇报 这一次简直是逢凶化吉 不仅自己贪污受贿的事情没有败露 说不定杨队长回去之后 曹廷还要颁发嘉奖给我王大拿的 人生得意 须尽欢 末世 金尊 空对月 县令和王大拿是越聊越高兴 两个人一整晚喝的是酩酊大醉 到了第二天早晨 王大拿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突然之间自己的房门被别人一脚给踹开了 冲进来几个人 一下子把王大拿五花大绑给绑了起来 这一群带队的人中间就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才是真正的朝廷派下来的杨队长 而就在前一夜 王大拿派手下的县令送去十万两银子的那三个人 只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已 正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清清幸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